一名商圈娃娃机一年暴增50间 17岁高中生也来当台主 娃娃机 娃娃机 还是我娃机 娃娃机海啸席卷台中一名商圈 一年内娃娃机店暴增到46家 机台超过1150台 大概是去年夏天的时候吧 就非常的泛滥 一名商圈位于台中最热闹的 一中商圈北侧450名 2010年落成至今 尽管管委会举办许多活动 却始终带不起人潮 这些店面多年来都要死不活的状态 去年开始大量的店面开始改变成娃娃机店 实际调查一名商圈内出租娃娃机的店面 目前就有46间 每间店有25个机台 每个机台每月做1万元业绩才能打平成本 每月总营收至少1115万 平均每天至少要有3800人 在一名商圈玩这些娃娃机 记者时机询问一位娃娃机台主 他竟然还是一个高三学生 大附金补习顺便来巡视一下 场组租个机台4到5000元 每月租金含货品成本1万元出头 娃娃机虽然拯救商圈闲置店面 但专家也担心商圈会因此逐渐衰退 我觉得很多景象 因为商圈下来都是连动式的 里面都是娃娃机 我觉得没有一些指标性的 我需求的店家我就不会进来 所以慢慢的你就越来越少 娃娃机海啸席卷一名商圈 长久下去恐怕会有负面影响 地产中心采访报道